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edia Processing Platform 它就是一个处理原始视频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用主要用的技术带就是Elation和OTP 那么不是很知道2B的人可能就需要我介绍一下 就是2B是什么 然后2B其实是一个提供AVOD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公司 主要面向的用户主要是在北美 然后超过25种不同的看的设备 包括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Web iOS Android 然后在美国那边北美那边比较常见的是 Zuku Comcast Fair TV 这些Web OTT的这些设备 然后我们主要是提供这种大量的视频 然后超过非常非常多的电影及电视剧 那么这些视频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这种视频是我们跟各种各样的partner合作 partner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license 然后我们签各种各样的deal 然后这些视频会免费提供给我们 我们用这些视频使用广告的模式去营收 回头再跟这些partner去分成 那么什么是TMPP TMPP其实就是一个2B Media Processing Platform的一个简写 它就是主要就是接收这些partner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原始视频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处理成可在各个端上播放的视频流 也就是说VOD的这种视频流 就跟我们很多年前使用 不管是使用迅雷下载 还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下载器去下载这种 把一个视频下载到我们本地 或者说下载到我们的网盘 或者说我们自己搭的一个群辉之类的网盘 和这个有本质的区别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在端上通过视频流 而不需要把整个视频下载下来的方式去播放 那么就是整个我们就需要维护这样一套系统 就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处理这些原始的视频 然后最终可以在各个端上去播放 那么在整个过程搭建这个platform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遇到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三个痛点 因为就是多 因为我们的partner非常多 然后partner会把可能一二十年前 四五年前最多常见的 就是十年以内的这些很老的这种视频都甩给我们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常委 他们把常委这些原始视频 基本上就是能甩的就甩给我们了 然后非常多 然后另外就是非常大 我们其实主要是长视频 其实它和短视频有很明显的这种视频长度上的区别 这种视频长度一旦上去之后 它因为它会给我们原始的视频 所以这个视频就会非常大 常见的可能就是 比较常见的是四五十个G 一般有一些情况下 它会到一两百个G这种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繁 这个繁呢其实是繁杂的意思 我们的partner可能会把一二十年前的视频 或者好几十年前的视频给我们 然后这个视频呢 可能跟现在我们用这种现代设备录制出来的这个母带 或者说原始视频 它的标准可能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在处理这种视频的时候 跟就是以往就是大多数的视频的处理这种 参数啊包括方式啊 它可能就有就是多多少少的一些差别 然后我们要处理就是很好的兼容所有的partner 所有的这种视频格式 以及各个年代的视频格式 所以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繁杂的一个痛点 那么为了满足这种不同的这种处理需求 以及我们需要很快的处理完一个长视频 那么我们这个tmpp就会把这个处理过程 拆分成若干个阶段 若干个阶段呢 就常规的就是passing transcoding packaging 以及checking 那么passing我们就可以理解是 我们需要对原始视频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这种信息的一个check 它原是原信息的一个check 一个一个解析 然后解析完之后我们需要把它给切片 切片的去去处 就是将原始视频切成n片 我们可能会按照10秒一片的规则去切 然后切完之后呢 其实是给这个transcoding去使用的 然后transcoding呢 就是在整个系统里面最复杂 也就是说也是最好 各种硬件资源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其实就是要把一个很大体积的 就没有经过任何压缩的这种视频 就是通过decode encode comprise 各种将它压缩 然后压缩成就是 对于client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体积 然后兼容 兼容这个体积大小 兼容画质 然后packaging packaging的话 transcoding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MP4的一个文件 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视频文件 那么我们要把它打包成这个HLS协议 或者说MPD协议 对于长视频 对于这种VOD 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HLS协议 那么就需要把它打包成这种 可在端上 可在这种通过HTTP传输的一个文件 那么break funding 我们其实是2B整个是靠广告来营收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视频的播放过程中插入各种各样的一个广告 然后我们需要就就需要找出适合插入广告的广告点 那么breakfinding就是就是我们程序的自动化去去找这些点 然后checking checking另外一个词其实就是quality control 我们其实需要在这个一整个这个处理完之后 我们需要check一些基本的一些质量 比如说原始视频的长度跟打包完packaging结束之后的长度是不是一致的 当然可能有一些差异 但是这个不能差很离谱 如果差很离谱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种也是自动QA QC的一个阶段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之间存在不同的阶段之间存在依赖关系 然后就是traccoding依赖passing packaging依赖traccoding breakfinding依赖packaging 那么checking就依赖整个上面这四步都需要依赖 然后我们将这个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wallcluster来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才分了微服务去处理不同的阶段 然后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对应的硬件需求可能不一样 对于passing来说它的内存可能需要比较大 磁盘需要也非常大 对于transcoding来说 它的CPU的消耗就要明显比其他阶段要多 taccaging呢我们需要上传到不同的CDN 上传到不同的这种cloud storage 那么它可能就需要一个public IP 我们是搭建在AWS这个体系里面的 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稍微网络上稍微有一些特殊的一些page 那么为了完成这种某一个media的处理呢 我们就把很多个阶段封装到一个session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就叫processing session 然后这个processing session呢 其实就是对于某一个media的一次处理 那可能我们会对一个media做n次处理 然后n次处理就对应n个processing session 然后一个processing session至少会包括一个processing stage 这个processing stage呢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不同的阶段 就是说我们一个session 你要么你至少得包括一个passing 或者transcoding packaging priccoding tagging 你这些阶段你至少得包括一个 那么我们这个stage这个阶段 其实就对应了一个processing job 我们可以认为job是它最终抽象出来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书体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processing processing session one 那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阶段的一个session 然后它的依赖关系 就是这样的一个依赖关系 从左到右这样的一次的一个依赖关系 然后我们发现因为我们这个processing session 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它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处理的 就是transcoding参数passing的参数 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在processing session one 处理完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视频的处理结果很不好 那我们需要调整这个transcoding的参数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发现passing的这个就是passing做的 其实就是切片 把整个这个把一个大的一个原子视频切成n片 我们觉得这个切片的这个这个阶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可以session two依赖于session one 然后我们继承passing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从passing这个阶段开始做新的transcoding 做新的packaging breakfunding以及checking 这样的话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可以尽可能 尽可能节省这个这个资源 然后依赖之前的呃之前的一个结果 一个job的一个结果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processing session很灵活的一个 呃很灵活的一个体现 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确实很遇到很多这样很繁杂的这种需求 那么呃processing job的话 他是怎么样一个decal 然后是我们有我们怎么去调度这个job 呃我们其实用的是主动去decal job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controller的服务 可以认为这个服务是一个中枢的一个调度服务 然后这个服务里面会把这个processing session 啊processing stage 以及createprocessing job 啊processing job 这些逻辑啊 这是完全是由这个阶段啊 这个服务来来提供的 这个服务其实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啊 啊是是一个中枢的一个服务 然后world cluster呢 就对应的不同的world cluster 对应的呃处理的是不同的 不同的processing啊job 比如说passing啊 这个classer就是处理的passing的job 那么passing啊transcoding checking这些 这些world cluster就需要跟这个中枢的服务呃交互 那么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个API 一个是decode jobdecode job就是拿一个job 拿完这个job来来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当然我就需要去report这个job的result 这个就是一个很电信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模型 那么world cluster就是完全完全独立啊 passing啊不知道transcoding存在 passing不知道transcoding是怎么实现的 啊checking也不知道passing啊是怎么实现的你是我 我们我们在整个体系中是用的elaser来实现的啊 当然我们也有一天我们呃就是我们的CTO不开心了 而让我们换成scala 那这个也是呃可以实现的 呃然后这个其实呃大多数有一些呃其他的公司用的这种方案可能是一个呃中枢服务去下发 job这种形式啊 然后其实我们其实是用呃不同的world cluster来呃来poo这种poo job的这种方式 而不是而不是下发这种方式 这也其实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这两种方式的一个呃一个优缺点 那么这里面呃就是我们有这种passing有这种transcoding啊packaging这些stage呃这其实我们可以完全就是一个DAG的一个的结构 那么在这个中枢的这个服务里面我们就需要维护控制这个DAG呃说呃其实就是阶段的一个跳转 比如说呃呃package呃呃passing的passing的这个job结束之后 那我们需要就就需要把这个passing呃对应的stage标之为finished 然后呃呃这个finished之后我们需要看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所有的所有的stage呃呃比如说呃呃我们需要看是不是整个session里面的stage都都都都完成了 如果完成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session标记为finished 但如果说没有完成那么我们就需要看呃呃是不是就扫这种session呃其他的没有呃就是还没有开始的这些stage那么我们去check他的present呃presentstage是不是结束了 那如果是结束了呢那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始这个stage了 然后开始这个stage的时候就就하게就需要去create这个这个 processingDrop 然后将这个protestingDrop呃呃ingcode就到我们的呃呃就是标记为incode的状态 然后等这个worldcluster去decreate这个job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呃控制的一个流程 然后就是worldclustercontrol之间是怎么来来通信的 就是我们用的是grpc的通信方式 然后我们用的是 Tony老师的grpc library 我们主要是实现了两个接口 就是decode job 也是report job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其他接口 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 在这个中枢的这个服务里面 定时的去chat这个job的这个进度 然后最大的一个特点 其实就是有这个wellcluster的实现 是后无干预的 就我们可以用任意的方式去实现 比如说我们可以引入open 或者说不引入open 这个东西完全是某一个cluster自己的决定 那我们就这个大概能够看出来 当然可能大家有些人不是很 感受不是很强烈 但是从我们整个维护眼镜架构眼镜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种模型其实相对比较灵活 以及扩展性比较高的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media对应了 media其实对应的就是processing session 我们可能就需要完全定制这个processing session里面包括的processing stage 我们可能完全不需要整个for stage 我们只需要其中一部分 然后尽可能的去节省资源 节省这种没必要的这种processing 然后这个其实跟我们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就是这种模型的话 比如说我们将来我们要新加一种新的stage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可能要新加一种需求 我们可能可能要找这种截图 就是在视频里面截图 那么我们可能就我们就只需要新加一种processing stage 然后对应的新加一种work cluster work cluster就实现这种 就是找图的这种逻解图的这种逻辑 所以从架构上来说 我们这个是比较灵活并且扩展性很高的一个结构 那么介绍了这个整个的processing session 以及work cluster这种结构之后 我这块接下来想主要介绍一下这个transcoding 这个work cluster 因为transcoding其实是在整个视频处理过程中非常复杂 而且是资源消耗比较非常大的一个work cluster 那么我们其实用的就是 我们其实用的是分片的这种处理方式 因为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两个小时的这种视频 长视频 然后他可能有我们也别太夸张了 他就说我们就说他是有100个G吧 100个G 然后如果我们不分片的话 他可能处理完成一次处理可能就需要七八个小时 但是在这七八个小时的过程中 处理过程中我们会经常遇到某一些异常 比如说这个时候刺判异常 比如说网络一场 比如说各种CPU被中断 各种各样的都有可能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磁盘的问题 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在这个视频处理到六七个小时的时候 快即将完成处理了 然后发现crash了 蹲了 错出错了 那我们如果从事的话 我们就需要 就需要这个 就需要浪费六七个小时的这个处理事件 这个是一个很不经济也很不高效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是这种长视频单机去处理 不分片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使用多CPU多节点的方式 我们只能需要只能使用单节点的这种方式 那么单节点就 AWS的单节点一般应该是96个CPU 我不太记得了 可能是96个CPU吧 24xLager机器应该96个CPU 我们最多就只能用96个CPU去处理这个视频 那么如果我们分片之后 比如说我们一个视频可能会分上千片 那么我们上千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分制的这种模型 本身来说 其实就是MapReduce的这种模型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片都进行压缩 进行encode decode 之后我们再把它给连接起来 这种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在某一个阶段 用了并行 用了多CPU多节点 从而加快我们这种处理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在这种模型下面 它的重视单元就会 就会最小化成这一片 而不是整个全部的视频 那么我们 我们用这种并行的这种处理方式呢 我们会处理每一个小的tunk 小的slice 然后一个video呢 我们会把它分成上千片 当然这完全是根据需求 上千片 你就是一个 是一个最大的 基本上是最大的值 然后这个class呢 就是刚刚说了 资源消耗特别夸张 CPU非常heavy IO也很heavy Network也很heavy 那么 这个我们是 就是因为它需要 涉及到多节点 多CPU 整个集群里面 我们怎么来管理这个resource 管理resource 这个其实我们 应该是我们上半年之前的一个架构 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PPT的时候 没想到会这么这么久才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有一个选主 我们需要一个选出来一个主节点 这个选主呢 选主节点 我们就需要有个资源的一个注册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lead node 然后有n个 有n个这个follower 那么这个follower 其实就需要跟lead regest 我有多少资源 我有多少CPU 本身来说 这个我们其实就是完全用的是CPU 来作为这个度量的一个resource 因为对memory来说 一般我们搭建这个EC2 或者说我们在Kubernetes里面 开一个port 我们一般都是用 1比2的这种模型 比如说一个CPU 2G的内存 这种模型来 来create 这个EC2 或者Kubernetes 是poed的 那么这个follower就需要告诉lead 说是我现在有24个CPU 或者说我现在有20个CPU 这个东西就完全是看你的poed是怎么起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饱活 饱活的意思是说 lead需要跟follower建立一个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是keep alive 当这个节点 follower崩了 那么就需要将这个节点从注册表里面给移走 移走之后 当需要有这个 当需要一个slice 需要有全code的时候 那就不能再分配给这个移走的follower这个节点了 然后注册的注册资源信息 我们其实是用的是alang的RPC的call alangRPCcall呢 它是一个alang内置的一个distributed的feature 它是语言内置的一个特性 然后就是饱活 其实这种keep alive的connection 也是distributed的节点的机制 都是alang之间的一个内置的一个特性 这个其实能够很大的 很大的简化我们开发量 能够很轻松的 让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resource的management 然后resourcemanagement 这个建立起来之后 就剩下的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task的schedule 就任务的这种调度 任务的调度 我们是一个遵循了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一个规则 就是这个task只能由leadnode来管理 管理的意思就是说 只能由它来start 只能由它来找相对应的CPU资源 只能由它通过RPCcall的形式 让某一个follownode 或者说自己去执行这个task 那么follownode 它本身来说是只提供CPU资源 CPU内存 disk这些都 我们都认为它就是只提供这些资源 然后leadnode呢 就通过RPC还是RPCcall的这种方式 跟follow通信 然后本身来说就是利用远端的一个资源 完成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 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 trade code的一个slice的video 简单来说 你其实就是一个节点需要调度 需要call远端的一个节点 来计算一加一等一几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类型 所以为什么我们选择用 Elisa和Line OTP来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我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管理leadnode和follownode 就是我需要使用远端的这种CPU 我需要使用远远超过我本地限制的一个CPU的数量 那么我就需要去RPCcall 或者说需要去告诉远端节链 说我要这么做 那么Elan就提供了这样的RPC的这种 RPCcall这种机制 很简单 就就很像本地call一样 本地调用的一样 但这个实际上来说就是执行在远端的 执行在这个 不是执行在local的node的 那么这里面还有还有就是这个节点 比如说我在执行的过程中 follower在执行的过程中崩了 开始了 异常退出了 这个节点断电了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异常 那么这个leadnode就能够知道 就能够知道这个就可以 可以就是有这种message消息 通知给leadnode 就是OK你这个挂了 这个崩了 然后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task的task的处理 task的处理过程中 我崩了之后 它就有 是align你会 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成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class 然后这class里面 内部它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流通 它可以是跨节点的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它的regester regester 就是我需要告诉 这个follow start之后需要告诉这个 这个managernode 说是leadnode 说是我现在有多少cpu 然后可供调度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好像刚刚重复了吧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新加一个node的话 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 今年上半年之前 这一套架构应该是运行了有两年多的时间 这套架构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这个应该是我们能想到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案 它不需要nfs这样的network file system这样的存储 不需要这样的不需要nfs的话对应到aws efs efs是相对比较贵的一个产品 然后它 我们在做这种 在做这种 这种 把所有的slice的tread code的结果 关联 就是连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socket的处理方式 然后将这种tread code之后的ts流 从一个节点传输到另外一个节点 这样的话就是在某一个 在那个节点上面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种mores的这种操作 然后这个cluster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性能特别高 我们可以极大程度的压榨每一个cpu 因为我们的cpu其实是 我们是一个cpu会对应一个ffmpeg的comment 然后我们会限制这个ffmpeg所使用的内存threa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如果说一个node它有24个cpu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23个cpu来调度 然后每一个cpu基本上都能够达到百分百的使用率 但如果说我们不使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一个comment 一个ffmpegcomment 我们给它24个cpu 它有可能这24个cpu根本就吃不满 然后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这种ffmpegcomment 只给一个cpu的情况 我们就还可以用这种 一对一就是align进程 就是一个process对应一个ffmpeg 这种方式 将这些很高效的管理起来 然后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某一次 这个应该是同时调度了有2400个 2400个cpu 就是同一个cluster里面 我们调度了2400个cpu 这2400的cpu基本上是占用力是超过95%的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cpu的非常极致的压榨 这个是95.17%的样子 对这个cpu的利用率非常的高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一个广告时间 对 Elycer OTP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非常非常大的便利 包括快速搭建这整套planform 整套tmpp 快速实现这个cluster的这种管理 快速实现多节点多cpu的 并行trapcode 但这套体系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演进的空间 还有非常多的挑战 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业务需求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 我们可能就需要再不再增加更多的processing stage 对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简历 我们对于web开发 对于视频处理的背景的人都可以 大家之前不管是有没有学过Alang 学过Elycer 只要大家愿意来写都可以 好的 哈喽 哦对不用接但是但是我好像是需要去哪看一下这个问题列表对吧 我没有没事没事我报给你 就是 有一个很早就有个人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pipeline架构它的异常之后的重势一般要怎么处理 异常之后的重势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比如说这个job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会拆成若干个task 然后比如说task异常了那它就自动retry就好了 然后整个job如果异常了这个异常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系统里面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我们磁盘不够了 或者说我们 Database的 Database的Operation失败了 那这种我们 我们就需要自己去 我们系统需要去 去 可以 做这种retry 但如果说是这个视频本身有一些问题 那可能就需要交给我们的这种 这种content team去 去做一些操作 人为的操作 或者说告诉我们partner 这个视频有问题 你需要告诉我 你需要重新给我们deliver一个视频 然后这种情况下 它就可以去create一个新的processing session 去从事这个media的处理 OK 呃 你们除了像这种使用大量CPU集群 那这种方案以外 有没有试过 比如像NVIDIA的NV encode 或者AMD的AMF 这种GPU集群来做这种事情 呃 还没有 呃 我们是在这整个集群里面 是没有试过这种方案 我们在这个集群之前 是有试过GPU的方案 但是我们发现 因为我们的视频 视频量特别大 嗯 如果我们用GPU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很 就是提高这个整个system的吞吐量 啊 对 那个GPU的话可能会增加某一个视频的处理 处理效率 缩短处理时间 但是对于大量的C 对于大量的这种media来说 GPU可能还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们我们也有计划在我们整个现有的这个system platform里面集成这种GPU的方案啊还没有 对因为特别是感觉硬件编码这几年的进步还挺大的这个涨价 特别像 对对我看AWS是订了一批机器就是做硬件编码 它能够支持那个叫什么QVBR的那种编码 什么Quality Defined 应该AV1吧 不不 我记得是AV1 它除了AV1以外 它还支持那个265上的一种叫QVBR 就是它的那个码率啊 是随着它的那个屏幕质量会有额外的定义 就是不是传统VBR 好像是知道这个东西 对 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去做这种尝试 那你们对串流啊这一块技术其实也是在在招人是吧 对对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嗯来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哦 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自己选型去使用Elixir或者Erlang这门语言来做这件事情 2B在17年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服务用了Elixir 那个服务的话我们用的是用了Compare的一个特性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在Round Time的时候做Compare 嗯 将Database里面的一些数据Compare成这种Elixir里面的PythonMatch的代码 嗯然后在整个执行的过程中非常的快 非常快就可以拿到一个结果 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Tier陈天 嗯他在他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收到这个服务 然后这个服务在2B当时啊就比较成功 然后我们就就在2B越来越多的使用Elixir这个东西 嗯使用完之后我们发现招人也可以可能也能够招到不错的不错的人 嗯然后也能够hold住这个这个语言啊包括各种使用上的一些问题 嗯然后呢在我们在17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要构建这样的一套一套这种Processing的Planform 然后我们当时当时就觉得这个Elixir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个圆形给搭建起来 发现但是发现搭建起来之后呃这个东西也非常好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切到其他的其他的体系上面去了 所以就一直一直用到现在 嗯而且Elixir处理这种大规模的变形任务 其实他的那种各种调度机制包括他什么升级啊什么的其实都还挺方便的 对就是他很多特性是内置的 这个跟呃跟就是你可以用library可以用呃公共库可以用第三方库来实现某个特性某个功能 呃但他跟内置的还是有一些呃有一些差异的 好的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感觉好像几边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好的呃那我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就是我们有大量的headcount 嗯非常多呃然后工资也给的还可以 我们一年就是就是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到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年底 呃我们定的是每周会多休一天我们是严格按照965 呃所以大家如果呃如果有考虑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 多休一天是指有一个星期会964是吧 哦对对 有人问elixir在cubernets使用当中有没有什么坑和经验你们你们有用cubernets来管理这些东西 呃对我们现在整个整个服务都在呃我们团队的整个所有服务都在cubernets里面 呃有一些坑有些坑但嗯但都有解决办法吧这个东西坑其实 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吧 哈哈哈哈哦 呃大家大家有有有需要了解交流讨论一下的可以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讨论一下接下来讨论一下 ok好的那么 呃就这样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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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